哈囉大家好,我是子豐 日前台鋼再次發動交易 針對內野陣容進行了補強 用現金和統一交易來的內野手郭富林 除了是讓球員有新的舞台可以好好發揮 也讓新球隊的陣容可以更加完善 那在影片開始前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的 要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小鈴鐺 還要記得分享給更多人喔 如果想活取內容 也歡迎點擊右上角觀看 這次台港發動交易 也是成立以來的第三次交易案 短短一年內也和統一達成了兩次的交易協議 而這次雖然過程中一度有討論要以球員交易 但是最後還是仍然以現金完成這筆交易 除了讓已經在統一沒有什麼舞台的郭富林可以轉隊發展 也讓台港內野依三壘的深度可以更加強些 而接下來就讓我們來好好看一下郭富林這幾年的打擊表現 這幾年在義軍的部分 其實隨著三壘新生代主力逐漸養成成熟 郭富林在統一的上場空間也是逐漸下降 而雖然身手也隨著年紀開始慢慢退化 但是其實才僅僅33歲的他 還是可以再戰幾年 在這個義軍的數據上來看 郭富林的長達實力還是有一定的威脅性 對於台港而言也是有加強到內野長達火力的深度部分 而從進階數據來看 雖然郭富林在義軍的空間是逐漸的下降 但打擊心態依然維持差不多的攻擊模式 出防積極度不差這點反映在swing%上 而因為有長達實力的砲手 因此本身的揮空率也不會太低 但是需要留意的是 今年在小樣本中出現很明顯的揮空率暴增問題 就是需要留意的地方 另外雖然打擊型態很一致 但是郭富林的打擊身手退化 也是可以從數據中砍除端倪 LineDrive這幾年出現懸崖式的下滑 以常態性來講 不如2020年以前的高LineDrive產量 也是他打擊表現逐漸沒有那麼理想的關鍵所在 更讓他比較難再統一 繼續長期擔任主戰先發達者 雖然說如此 強力拉打 而且可以把球往上打的 郭富林本身還是有不錯力量在 哪怕安打殘量揍減 長打危險系依然是各隊不容小覷的搭者 而在二軍成績的部分 在逐漸退下一軍舞台後 郭富林在統一二軍也開始有更多上場紀錄 除了維持打擊身手 也是隨時準備好在球隊缺人手時支援一軍 而尤其是這兩年 在統一二軍的打擊表現留下了不差的表現 尤其是今年又比去年有更出色的帳面成績 都讓人覺得說他其實還有實力可以再次重新 占為一軍先發的可能 不過 緊接數據上反倒不是那麼樂觀 雖然說今年郭富林的表現來講是不錯的 甚至球進場安打率也很理想 但是有些屬於偏高的離間值 老實難免讓人覺得 他的運氣成分佔了一定的比例 不過至少在加拳上的率倒是留下很不錯的成績 說明至少他的擊球弱點、力量上 從過往的統計數據來看 確實是有不小心才安打的比例 會讓對他身手更有信心一些 但仍然還是要留意到 他本級在二軍的Line Drive產量 也有不小的下滑 就是另外一個隱憂了 接下來來看看郭富林這幾年的表現 放在聯盟的整體表現落在哪個區間吧 首先看到去年在一軍的表現 其實以去年的表現來講 郭富林已經不是落在聯盟前段的水準了 整體表現很多都已經是PR無視一下的程度 當然有一部分原因是 他去年上場機會少了不少 很難維持穩定一軍出賽 就不容易把狀態調整到最佳狀態 也是可能導致造成表現不理想的關鍵之一 但去年在二軍 郭富林就有些月季打怪 本就是曾經戰毀一軍的他 在二軍自然能有不差的表現 而他的整體表現來講 就也都在二軍中前段般的水準 甚至去年還拿下了二軍拳內大王的殊榮 而今年在更熟悉二軍的節奏後 郭富林更是直接繳出在二軍頂級的表現 幾乎各項攻擊數據都是在PR90以上 可以說在二軍他是輕鬆虐菜的程度了 也因此這次抬抗不到他 應該不會想讓他繼續在二軍維持拳內大王挑戰聯霸 而是會拉上一軍作為一三壘深度的使用 因此看到台鋼本機目前打現聖龍 捕手原則上就是以張兆元為主戰 搭配五名紅一壘部分在郭富林到來後 可能會讓他來擔鋼起先發任務 讓王波獻擔任深度與外野 而杜嘉明則是更專注在三壘位置 至於二壘在最近情場看來 還有可能會改由吳念廷主戰偶爾交給郭勇為 至於林家宏 就可能還需要再多一點的時間養成 優級則是沒有太大問題 會繼續讓年輕狀元爭執又擔剛 最後三壘有可能會是最近新陣型的模式 交給杜嘉明負責 或是讓吳念廷來協助 而郭富林就是可以支援三壘的深度選項之一 至於外野的部分 就會變成是王伯榮、陳文傑 搭配藍銀輪或是王伯璇的組合 指定打擊就會交給摩英來擔剛 整條打線排下來老實說 真的完全不像是一個第一年的球隊了 也因此這次的交易對於臺剛和郭富林來講 或許是個雙贏的交易 而對於統一而言 情調這個曾經有負面新聞 而且已經在球隊沒有太多發揮空間的球員 可以留給更多年輕人養成空間 或許也是不錯的得意方 無論如何 持續有交易來活絡中止市場 讓球員有更多的流動 也讓各隊的陣容可以更加完善許多 絕對是個好消息喔 不知道你們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都歡迎在底下一起留言討論喔 好了 以上就是這次的 臺剛郭富林交易案 祝福各位支持的球隊都能一直贏球 另外記得訂閱、分享 加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片喔 我是指風 我們下次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也請記得訂閱、按讚、加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第一時間的最新資訊喔